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袜子很多人都放在房间里面 跟衣服 衣服 对吗 可是如果你放在进出门的区域的话 更方便 因为有时候你会改变主意 你会觉得 今天其实我想穿拖鞋 过后我就想 算了 我换运动鞋比较好 这样你就不用跑进去房间 我觉得 赞成Ray讲的话 如果你在出门前你穿鞋子 你会记得袜子 其实拜完也是对的 这个方法是对的 对 所以因为设计师也是设计了一个凳子 这里吗 对 凳子下面还有收纳一口气 我很高兴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袜子收在里面 所以是建议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折袜子是有一个方式的 我们就把它垫在一起 然后分三分之一来折 上头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然后这里就折进去它的这个 它的袜子的口 对 这样子你还看得到袜子的设计 是 我们再比较一下 你看Ray的折法这个整齐又好看 这个就反过来 你看有时它就叙叙的地方 讲真的一部美观 而且你又被勾到 勾到袜子又坏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好不好这样子 David 你折一双 然后Esther折一双 用这个Ray的方式折一双 好不好 我们 哇 Esther真的是 有大学生 很好 可以吗 David OK 可以 David也懂得 很好 你们都学得很快 直放 直立放吗 我们直立放 不要躺下来 因为躺下来的话你会忘记 把它摆放在下面 对 你可以上Me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更多 加减成熟的视频